大家好,我是郑楚 你一定想不到,把萝卜放锅里蒸一蒸 就能做成一道传统的美食 相信许多朋友都没有吃过,也没有做过 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简单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让你在家轻轻松松就能搞定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洗净的青萝卜 将上面的黑块去除干净 接下来,我们将它擦成均匀的细丝 擦的过程中一定要慢一点 小心擦着伤到手 我们只用一个萝卜,就能做出这道传统的美食 接下来,锅中加入一勺食盐 来增加萝卜的底位 再将擦好的萝卜丝倒入锅中 这个煮制过程大概需要一分钟 全部煮好以后,我们将它捞出控水 切记也不能煮得太久 煮好以后,我们捞出装入盆中 再用流动的清水将萝卜丝反复的冲凉 这样挤水的时候就不会烫手了 下面我们将萝卜丝里面的水分完全的挤干 挤好以后,我们放在一个案子上 然后将它剁成均匀的锅状 这个尽量要剁得碎一点 烹饪的时候呢,也就更容易操作 最后剁得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剁好以后,我们再次装入一个盆中 接下来重点来了 我们加入一勺食盐 半勺胡椒粉 再加入一些鸡精来提鲜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萝卜充分的入味 下面加入一勺面粉 面粉有很好的粘心 然后再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这样做出来晶莹剔透 光滑筋道 接下来用你抓柴的小手 将萝卜充分的搅拌 切记里面千万不要加水 最后拌的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用手轻轻一捏 能团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后用双手将它搓成一个拖圆形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全部团好以后 我们将它装入一个拖盘中 做的多少根据自己的喜好 锅水开以后 我们将它均匀的摆入锅中 然后盖上锅盖 大火蒸制八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再准备一些配料 准备适量的蒜末 剁好以后 我们装入一个碗中 再准备少许的香葱花 切成均匀的段状 切好以后 和蒜末装在一起 再准备一个小米辣 将它切成辣椒圈 不喜欢吃辣椒的朋友也可以不放 切好以后 同样的装入碗中 接下来浇上热油 激发出它们的香味 调味我们之学家一手味达美 再加入半勺陈醋 少许的辣椒油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这样一个非常美味的料汁就调好了 这个时间一到 我们打开锅盖 挖萝卜的清香扑面而来 我们来看一下 各个光滑筋道 并且非常的有弹性 做好以后 我们出锅摆入一个盘中 再带上我们调和的料汁 这样一个营养丰富 口感超弹的萝卜糕就做好了 蘸上我们万能的料汁 一口一个 真的是非常过瘾 秋冬的萝卜营养丰富 胜过大鱼大肉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关注转发和点赞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